《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享有半部论语至天下的美誉,其中许多理论至今仍被视为智礼。 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是《论语》《数尔篇》第十六章 子曰,饭疏食饮水,屈宫而枕之,乐意在其中矣,不亦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 这里,饭是吃的意思,动词,蔬食就是粗粮,弓就是胳膊,驱弓就是弯着胳膊。 这一句的意思就是,孔子说,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这中间了。 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来讲,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样。 孔子极力提倡安平乐道,认为有理想,有志向的君子,不会总是为自己的吃穿住而奔波的。 饭疏食饮水,屈宫而枕之,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可以说是乐在其中。 同时,他还提出,不符合于道德,荣华富贵,它是坚决不欲接受的。 对待这些东西,如天上的浮云一般,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古代的知识分子,也被一般老百姓所接受。 话说,诗豪刘雨昕,因为热心支持王淑文,政治革新,得罪了当朝的权贵宠臣,被贬到今天的安徽河县当通判。 河县,唐石称河州。 河州的知府姓策,策之府是个见利妄议,杜贤技能的小人。 她看到刘雨昕得罪了不少权臣,又不得适,就有意给她穿小鞋。 按照当时的规定,通判应该住衙门里三间三煞的屋子。 可策之府只在南门,给刘雨昕三间小屋。 这三间小屋面临大江,推窗便是看到浩瀚的江面。 刘雨昕反倒十分高兴,并欣然在自己的房门上悬挂了这样一幅对联。 面对大江,关白帆,身在河州,思争变。 不仅抒发了自己对这三间小屋的喜爱,也表明了自己的心智。 这举动可气坏了策之府,她命令衙门和书城将刘雨昕的房子由城南调到了城北,面积由三间减小到一间半。 想看看她如何在关白帆。 这一间半的屋子,位于德胜河的边上,附近是一排排杨柳。 刘雨昕看到这些景色,欣然提笔,又写了这样一幅对联。 杨柳轻轻江水平,人在丽阳心在京,仍旧在这一间半的小屋里读她的诗,写她的文。 写之府见刘雨昕扔不买她的账,连费都要气炸了。 她和书城商量了好久,便又在城中为刘雨昕选了一间仅能容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逼她搬家。 半年时光搬了三次家,刘雨昕想,这狗官实在太不像话了,想捉弄我,我偏不买你的账。 你要我愁,我偏乐,于是就提笔写下了陋氏明。 山不再高,有仙则明,水不再深,有龙则灵,丝氏陋氏,唯武德心。 台横上街绿,草色入莲青,谈笑有红如,往来无白丁。 可以调肃琴,月金经,无私竹之乱耳,无暗读之劳行。 南阳诸葛卢,西蜀子云亭。 孔子云,何陋之友? 刘雨昕身居陋氏,仍不改高洁之意,实在难能可贵。 好,谢谢大家。